我不要太喜欢音乐 我那个时候音乐是星期三有音乐的 我就记住星期三 最好快点到星期三啦 我能听到过来 就是今的奔迪的这个方译的总教 今的奔迪我总教能听到过来 能学了什么吗 学了什么过去唱过来 就是今的奔迪我这个耳购完总教 那时候我唱过来就听到过来 好 谢谢 曲巴圆炒米饭 糯米糯米圆 五月初不是龙洲节 阿妈带我去看龙船 我不去看去看鸡仔 鸡仔大我拿去埋 买得给多钱 买得给多钱 嗯 呼呼喽喽 花花绿绿 嗯 花花绿绿一定要等 哦 花花绿绿嘛 对 对 呼呼喽喽 呼喽喽 为什么叫鱼北 余慧香的北面所以叫余慧香 哦 余慧香 喝酒 吃喝喝喝啊 阿虎咙 把个人 ар顿下到 你在家里走的人生呢 感想找一个新的 这边其实蛮市井的 都是老人家在这一边 然后我就到那边去 看到两个老人家在下象棋 然后我就用他们镇上哪一家烧卖店最好吃 他就只给我来 其实没有通过大众点评 就这种普通的平台上去找的 我觉得这个会更有意思 我喜欢跟当地人交流 问问他们调的历史文化之类的 还有这边的古镇的一些传说故事 我会觉得这样是 我常常觉得旅行是比观光高一个层次 观光一直是拍拍照打打卡这样 但是观光的话 你要去走路当地人的生活 体会当地人的生活 我觉得这是最棒的 然后一些鱼啊 什么也从船上买的 特别有意思 其实水箱水箱买 很多东西都是从船上 从水上来的 这个就是因为这并不知儿子 最好的 这并不知儿子 我最好听客人的 沙特之游戏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见 现在已经有资料声了 今天是5月3号 是今年我第一次听见资料声 好美啊 不可以叫小皮革了吗 又叫孩子练了 大大的回忆了 我来想一想啊 肯定是在58年到60年中间 因为我六年年以后 58年 好 58年 好 58年 ñas 大大的 肉 大的 翡黄 有另外一个小เลย burada 老虽 小切 火 6 牛仔 知名 5 3 Wald 我再看 我就是做你的蟑螂 你只是做你的蟑螂 我只是做一个美食 很不容易 我想我可以去 那你想找到 但是我可以去 比方来 我们听到 我去 我去 我不能唱歌,不是那時候唱歌 李朗的朋友是中邪對的 是唱这个歌的 但是他老了 唱歌 他长得很 你听过的 好的 就是按照我们 以前的古老的东西改变的 就取掉没变 留下来就是取掉 而且就是每个年代都不一样 要吃给别人 对 那么我说不结婚了 因为当人相貌是在哪里 一双手两刀枪 敌尽四股党 特别是在口腾里 散得羊肾肾肾肾肾 温身让五福登阳 十岛一日为一 光滚一朝 受益当人的女工人 闷闷不落 六十八十 十岛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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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少有了 感觉说明 如果这个整理 只有文字整理 但是唱不出来 口头唱不出来 就说明 被吊死了 吊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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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姑娘你们咋给个美了 要抓走一个 要不啦 刚生的是吧 她大了 她快吃飯了 您去跟她吃吃得多吗 在哪呢 劳动了一天 多么辛苦呀 妈妈妈妈快坐下 妈妈妈妈快坐下 请喝一杯茶 让我亲亲你呀 我的好妈妈 那今天收获最大的其实还是 尼老师找的 两位那个天山哥的传承人 特别有地方是 然后主要他自己就是 特别热爱这个文化 那就特别容易找到 如果按照地区这样的话 我觉得 是不是他按概率来说 你砸二十多 怎么能踏到一步吧 今天应该是我从 武汉归来 之后最开心的一天 今天有美好的事情 在美环方面来说呢 就是永远不会太晚 因为总是能够 打捞出一点什么东西来 能不能 多打捞一手 就是一手 这个道理就是要尊重 每一个表演者 但是总是丧射了很多耐心 但是今天就是看两位老师 对待每一个表演者的那种尊重 就很感动 然后就告诉自己以后 真的是要好好地去听别人说话 然后永远保持好奇心 嗯 就是今天一天下来之后 我觉得这个过程比我想象 之前想象目标难很多 这个感触我觉得 就比较深 再一个就是 但是在今天早上 第一场的时候 在音乐起来的时候 就是乔教老师 附上就是伴奏的时候 然后有那么几个瞬间 我觉得值了 感觉好像是有一些部位 我终于会来装上了 我看能 应该能以后会走更顺一点 虽然时间比较紧 但是我觉得 嗯 是说好听的应该不是问题 好 嗯 嗯 嗯 结束 哈哈哈哈 四君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的话 就是放一些歌 呃 第二个设计之前在静安 或者是福庆公园 都还挺有用的 但是 但是 嗯 但是最近 就是在猪家脚和 和 和和 和和的这个地方 他好像没有很有用 嗯 嗯 然后 这个角 一个现场有描述吧 有妞老师带着 我们很有目的性 下午找到的几个人 也都还 就是 挺挡动的吧 不管是我跟那个爷爷 就反正我现在就记得那个触感 我跟那个爷爷握手的那个触感 他很用力的回了我一下 然后我就觉得 哇 就是 真的是你们说的那种 就是一个本来在田间的一个爷爷 然后他在唱起歌 然后在说起那些话的时候 变了一个人 像一个就是那种舞台上的 就反正就闪着光的那种感觉吧 就是你很明显 就是也不是矫情不是什么的 就当时真的有那种感觉 后来下午 其实我们去的那个点也蛮好的 我们回来的时候 嘉惠姐还一直在跟我们讲 她说我们这个地方 真的就还有很多值得挖的 什么欢迎你们常来啊 怎么的 就是也确实就是像刚才 张悦老师说的那样 我们可能事先得把目的性 再明确一点 让他们知道我们到底要干嘛 可能之后会少一些 时间成本上的投入吧 尤其昨天早上在前山公园 我又挺心疼小葛老师的 他背着那个软又重 我们没有任何交通工具 骑着自行车 就骑很远去打车 然后换地方 我就觉得这种就是浪费时间 然后浪费就是大家精 因为昨天又很热 就是这种可以提前把它避免掉 然后可能针对性强一点的话 大家成就感也强一点 可能心情也会像下午一样 就是舒适一点 好了 没什么 不愧是其他人 没有我瞎着 没有 没有 想起了掌声 有一个好几个的响声 好像就是在你多问一句的时候 会发生未来的一些 多问 多问 你想如果您老师 然后他再抱着一种 跟之前的想法不太一样 就不是田山哥的心态 再去找姚 那跟他现在推荐给我们的朋友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尤其是在这个部分 可能我们还需要再找很多 尤其是做方言研究 就是 我们像清明杨爷爷 是做方言研究的 对于宝的那些 然后是属于次搭信的 然后去做着这些记录工作的民间记录者 而且我觉得这个团队的规模完全超过我的想象 我觉得怎么有这么多人 我觉得这个就是太太其实是 我当然理解很不容易 但我觉得已经是可能在同类型的事情里面 已经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团队 所以有人做纪录 有人做运营 有人做方方面面的衔接的事情 我觉得已经是特别难能可贵的一个 一个局面 然后就祝福这个局面吧 然后那个 对我就在举巴桥 如果需要我的帮忙的话 我不遗余力就是这样 让我听听你啊 还有我的好爸爸 让我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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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睡觉了 什么啊 呀 我是你 你 你